国防部长邱国正任职在国安局的儿子 被暴露疑似染黄 邱国正提出口头请辞 电视已获总统蔡英文未留 不久前才为了高层爆发军纪案 严正告诫南部署 国防部长邱国正如今却受到儿子染黄波及 28号晚间向总统递出辞呈 但考量当前区域安全情势复杂 又正逢政府团队交接期间 总统认为部长应坐正岗位 确保各项重要国防事务的稳健周全 时值520交接关键时刻 总统没准词要求邱国正坐正岗位 国防部随即发声明强调邱部长将遵指示 克敬建军备战之首 家人所设事宜由所属机关查查 将权力配合依法办理 担任国防部长三年以来 邱国正对部队要求严格以待 硬警及脾气众所周知 这回儿子卷入性交易丑闻 做爸爸的第一时间扛起责任 只是邱国正儿子军旅生涯 长期在情报单位发展 过去表现向来低调 偏偏在520前夕被爆出多部不雅影片 难为直指背后不单纯 究竟是牵扯军中内斗 还是邱国正党人财路被逼退 部长儿子遭控已染黄 让各种阴谋论四起 国安局阵风及督察单位 29号晚间将约寻邱国正儿子 尽速厘清事情真伪 避免政治风暴持续扩大 谢谢夏军 陈黄欣 采访报的到